Hello 大家好 我是轻雨 轻是青色的轻 雨是下雨的雨 我们又见面了 我的个人QQ号是17079225 同时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是轻雨素描 已经更名了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上一个视频的 对于光影关系的一个分析 来进行颜色的铺盖 上色的时候首先我们来抓住它的明暗阻线 从头部来看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无论是分析还是直接去看画面的效果 都是很明显能够捕捉到这个明暗阻线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这样子的 再拉上去 然后就到了耳朵这一个部分 你看由于中间有一条缝线 所以同学们 这个原本是很顺溜的这个明暗阻线 就会变得 好奇怪哦 对吧 好 再来到下边 这个地方呢 它明暗阻线并不明显 但是我们也可以啊 很仔细的观察的话 能观察到 这个明暗阻线上面这一个部分 它会 这个绒毛会偏白一点 而且那个 反射的高光会更多更亮一些 有种雪白的状态 然后下边呢 它也是颜色比较浅 但是 下边这个颜色 会比较的柔一点 没有那么 特别亮的一些小白点出现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反光 而产生的亮 上面是因为受光而产生的亮 仔细分析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往下面走 过来到这个小背带这里 小背带这里呢 上去 其实这里呢 就从 投影和下面的明暗阻线 进行了一个相交接 然后后面就是 全部的是背光区了 把明暗阻线的投影画好以后 我们就来填充一下颜色 第一变颜色的铺盖 我们往往呢 就是画它的受背光关系 先把明暗阻线和投影的这一块区域 把它画出来 这整个我们可以统称为 背光区 背光区也是一个重颜色区域 所以先画重颜色 再画浅颜色 只好慢慢的把这个层次给推开嘛 好了 刚刚说过的这个明暗阻线 对于尾巴这一块也是一样 你看它会一鼓一鼓的 很多的依靠风格的画作 对于这种一鼓一鼓的形状 会有一个特别的加强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往往呢 依靠的风格的苹果啊 离子啊 或者说金物啊 人物 都是有比较强的肌肉感 这种比较强的肌肉感 就是把这一些东西加强了 像对于汽车设计 有很多会有肌肉感的汽车 就会很明显一鼓一鼓的 对不对 会感觉比较运动 但是如果说这种肌肉感比较弱的汽车 会感觉就是西装革履的文雅一些 然后我再一次把这个颜色加重 然后左边这一块地方呢 它本身就是由于反光比较强 我就加重一下投影就行 上面呢 把它留成一个相对浅一点点的颜色吧 左右而言 右边的话肯定就是深很多了 它又是一条蓝色的裤子 对不对 然后它又是在一个背光区里面 所以这个颜色我会把它画到重很多 我用的是一只8B 但是我也可以来回的 多用一点能力的 多画两遍 接下来呢到投影 投影部分我也可以把它画重 而且这一块投影呢 从色彩关系上来看 我们以后如果再学彩迁水彩 学油画的话 同学们会接触到色彩 对不对 从色彩关系上来看 这边有一点点浅蓝色灰色 这一边会偏深蓝色 或者说蓝色更多一点点的投影 所以这块投影呢 也会受到这个小裤子的一个光的反射 而导致这里呢 会有一个蓝色的呈现 只是给大家拓展一下 花素描的话 我们就管它什么蓝色浅色紫色是吧 我们只要把它颜色深浅 区别出来就可以了 这块地方我们就只要知道 它是比较重的就行了 由于这个布下面它是不平整的 所以它受到的光以及受到反光 它都不是很均匀的 前面这个小香蕉呢 它的投影就很明显会浅一些 相对于这里而言 浅很多 因为它受到的反光 也是这个小香蕉的 所以它反射的光也会比较多一点 投影自然就会浅一些 它受到的反光越少 投影就会越黑 受到的反光越多 投影就会越浅 是不是 它的光影规律啊 跟受光啊是一样的 只是说一个是受的光 一个是反的光 一个是第一手光 一个是第二手光 OK 再往上面来 上面是一个浅蓝色的小衬衫 所以这里我们画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轻轻的去铺盖一个颜色 就可以了 画到你感觉是那个蓝色条纹的那个颜色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去管 衣服上还有很多纹路哈 先不管 我们先只把这个受背光颜色先去分开 纹路待会真的会很好画 看过上一个视频 同学就知道 纹路其实真的超级简单 同学这里呢 我会做一个主观的卡点 卡一卡 把它变得更重一些 把它卡的更明显一点点 再往上面走 就是这个脑袋 脑袋呢你看 左边这一块有一个小面哈 这里呢受到反光会比较强的 会浅一点 中间是受到这个背部的反光 由于反光比较远 所以会相对深一些 左边浅一点 中间会深一些 右边 它受到反光真的就是不多了 所以它会更深一些 所以右边会更深一点 用力画一画 一定要注意这个颜色的生前关系 我们要去分析这个画面 你分析了 你画的时候 你才会有理可疑 在右边呢 它由于受到这个背景 这块布的一个白色的反光 所以它又会浅一点 你看浅深更深浅 这个地方的 关系还蛮丰富的哈 虽然它只是一个小脑袋 虽然它小脑袋上啥也没有 但是这个关系 这个地方是比较的丰富的 那这一个转折的地方呢 我会比较多的去 用一些重色放在这 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转折的一个 诶 正面和侧面的一个转折的 关系在这 所以这里呢 就多集中一些深色 耳朵也是 耳朵呢 这里朝侧的这个面呢 它也是比较的深的 所以你看浅深更深浅深 这种节奏就比较明显了 好了 接下来呢 再往下面再画一画 就是这一根背带 背带它是一个深的蓝色 所以在投影里边 它肯定是比较的黑的 这个是无疑的 包括这个厚度 我就比较用力的去画 这样的深色把握住 因为整个画面 它是很清新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样的深色是比较难得的 比较少 这根背带也是刚开始 上面这一小 一个小带这里 就深下去 下面是一个蓝色 既然画的背带的话 我们顺便就往下面继续来画吧 这也是一个蓝色的背带裤 左边呢 会浅一点点 中边相对深一点点 这些都是根据它反射的光的量而言的 或者说是根据它受到的光得量而言的 因为它的光照角度不一样 或者说它反光的角度不一样 就会有这一些变化区别 画完了这一些呢 接下来我就换成一支浅一点的笔 来一支4B吧 慢慢的把这个白色 或者说浅色的身体部分 我也覆盖一遍 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体积关系 它就是一个球 说了好几次的一个球 当作有球的一个面来画就行了 你看中间会鼓起来一点点 还有一条缝线 先不用去管它 这里呢 蓝色小背带 刚刚忘记画了 继续把它填充 这些东西都不要忘记 然后再接下来 往下面就是这个小香蕉 小香蕉呢 我先填充一下亮面 做2到3个面 3到4个面 其实就足够了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小侧面 再给它加一个小灰侧面 你看 有3个面组建起来 它就会立体感就呈现了 那再转折往后面走的这个地方呢 我再加一个小灰面 OK 这4个面基本上就够了 再往上面走 就只超这个脑袋了 对不对 脑袋也很简单 方向们仔细看 从明亚周约线 往上面先过渡一个灰面 好 这脑袋呢 像这一个地方啊 它的绒的反光会比较的强 我浅一点点画 到中间呢 反而会深一点点 好 右边又会浅一点点 这个的话 没有什么规律 我们去看圆图就行了 中间会深一点 因为绒啊 它就是往这边抹 抹平了 光会不一样 往这边抹 抹平了 光又会不一样 同学们可以在家里 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耳容的 反光的条件不同 就是不同的面 都反光的多少 也会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 你们可以在家尝试一下 这个实验其实很好做 然后下耳朵 下耳朵 注意体积 这个小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基本上呢 这个颜色就都铺盖好了 哦 还有一小点点 那么这个手臂呢 我也只是画两个面就行了 先这么画 有时间我就去好好的塑造详细 时间不充分的话 那我就把它做两到三个面 其实也就够了 你看这个小手臂 小掌也是两个面 很快是不是 我们这一个颜色 就把它铺盖完了 这个小猫就是比较粗糙 但是呢 它已经呈现出来了 等等 或者不是 那种小弹 所以已经�韵了 它里面不出来 咱可以